大家好 今天要來跟大家講一下那個 傳說的一個 比較算低排位的生態吧 那我也來去親自體驗一下單排在目前的B排要怎麼玩 這支帳號目前是B1 B1 快滿新的 然後 在這一場的話你可以看到我們從一開始選角就一直在吵架 他們一直在吵架在吵到底誰打野 那再來的話呢 我們的輔助好像是一個超人 那請接著大家看一下這場的戰區會變成怎麼樣 我覺得蠻匪夷所知的啦 那也只是第一波兵線我們先來看一下喔 好這邊噴了一下 接著戰涅爾跳了出來 那超人就直接洗手了這波兵線 剛剛我們在小地圖是看到那個戰涅爾從 對方的 藍區 河道那邊走進來 我以為他要偷我們的紅buff 所以聘一下我們的紅燈 那我們的超人呢 沒有看 那繼續在我們中路 其實這一場不應該是有超人輔助的 那如果說你是一個超人輔助的話 其實你前面真的不要吸會比較好 來了還可以進去了 那把我們的小兵全部砸掉了 我們只剩下一隻 我們現在只有兩等 但是我又不想要打太多隻 其實我想要跟他說是 可以不要吸嘛因為你在前期 你在前期你必須要給 你的中路一點點經濟 那到中期 喔這裡 鋼板要打字 其實鋼板要打我 我講的 經濟你在前面你一開始要放給我 而不是一個輔助結果你比中路還匪 哇那這樣子的話 中路是要打什麼傷害 那即便你這樣子玩 好可以 可是你到後面你會取得一個經驗值就是 你沒有法傷 你在團戰的時候 你的隊伍沒有法傷 這時候你的中路法師角色 他又是一隻需要上市的呢 如果說你吸一波 上兩等 還行 那你可以放 放一點經濟給 總 呃輔助 可是這個情況取決於在打野位置會比較好 或是在邊線位置會比較好 因為邊線他支援可能沒辦法支援龍戰 但是在中路的話你要打龍戰 你要支援古龍支援魔龍 或者是要防守野區 都一定中路會參局嘛 那如果說你邊線的話兩邊在走 可能 可能有一邊會沒有辦法反 所以有人蹲到小丑 往前炸回來 只有一個坑 就是成功的一個單殺 那其實在剛那個經濟量的話 要去殺小丑真的很難 那只是在前面刀鋒有進來塔這邊 也要被我們殺掉一次喔 不然的話在這一波我們 以這個經濟應該是沒有辦法 去賺 這一顆小丑的人頭 剛打開機器列表大家應該也有發現 輔助比中路的經濟還高 真的是讓人家頭很痛的一件事情 所以這個是 這部影片想要跟大家講的重點 你在 遊戲中期的時候你可以適當的 SHARE掉 那 在這一場之前 我也玩了一場 可是這一場比較嚴重 所以我選擇用這一場來講 因為我知道 目前的生態你只要 打 低排位的 低排位的嘗試就一定會發生這樣的事情 我今天也試了兩場一場 真的是這樣子沒錯 所以 所以要弄這個影片 其實想要跟大家講 並不是說要嘴喔 因為就沒有經驗啦 我一開始玩超人我們也是啊 超人剛出的時候 我記得那時候我們剛玩的時候 我們也是常常不小心 就去吸到中路的經驗 啊吸蠻大的 他說一直頂 頂得很開心喔 然後 殊不知我們的中路 窮到不行 我記得那時候玩超人的時候有一個 羅爾 那個羅爾頭應該是現在跟我一樣痛 所以我們這場的話我們並沒有攻擊任何人喔 我們先說好我們沒有攻擊任何人 只是說 這個玩法是 比較不好的 那不好的點在哪裡 我們要跟大家講 那這一場的話其實 這一點小爭執我倒覺得還好 因為基本上我們沒有 惡意的去怒罵 我們沒有說什麼 XXX之類的 他媽的不要再來吸之類的 這種言語就比較不好 我們可以 稍微的溝通一下 那 其實文字 表情 就是你可能打文字的 大家都知道現在的這種 在 網路上的 或是在你跟你朋友傳訊息也好 你可能 傳傳LINE 或是 做什麼 其實這都是沒辦法表達你的情緒的 當然是到 面對面 或是我們用 言語來講的話 是會比較好的嘛 因為你一定會知道 你想要表達的是什麼 那我們看這一波 往前 應該是超人可以收掉 沒問題 那其實你人頭滾動的話也算是 也算是 拉進去的方法 不一定要一直把 你的兵線給打掉 那打會場的時候你 輔助不小心拿到人頭的 其實也沒差 只是在這個發育上真的還是要 思考一下 因為尤其是中路又需要出 大法球的角色 這時候你在前期系他的經驗 跟經濟的話 會是很慘的面積 更常在GCS職業聯賽 你也可以看到 很多 場次都是由 一開始 中路就直接接受BUFF 為什麼 因為讓他們直接早點上 這個 能量法球 因為能量法球成型之後呢 在中路法師 會來得好一點 尤其是 血量 跟傷害量 這本是要揶揄一下一下 中路現在流行變成輔助 你看連那個 狐狸他上路的兵線不顧爬的中路西 哇 他頭也是暈的啊 這邊 這真的是 真的是很 很 很不應該的一件事情 沒錯 這個應該要教學 因為這個不教學的話呢 你 對你也不是好事情 因為 我為什麼要跟他講 呃 不是說 我們今天 心情不好 気持人很壞 我想要跟他講 不是這樣子的 要跟他講這件事情 是因為能夠提升他的勝率 因為 你 你當你去做這個事情的時候 你會發覺 奇怪怎麼打不贏 就像我們那時候的經驗 我是一種分享經驗 因為像我們那時候玩超人的時候啊 玩超人的時候 我們這樣子吸 我們發覺 打到後面贏不了耶 這個遊戲贏不了耶 為什麼 後來去 去看回放 去想 去看戰績 我們的魔法傷害量根本有跟沒有一樣 然後打團戰的時候我們中路就 不小心就隔屁了 那尤其是 呃 我們在操作 那如果說 當你今天在打 你遇到是路人 好那今天這個中路直接給你 心態爆炸直接放棄遊戲了 或者是他 他沒辦法玩 的時候你該怎麼辦 那你的勝率是不是就變低了 那這場的話我覺得是比較例外啦 因為 是有超人去做一個輔助 那超人他也是需要一點經濟嘛 不然他就跟飛魚沒兩樣 可是你的中路 也是需要經濟 所以有點尷尬 但是在其他場次 我今天玩的其他場次我有發覺到這一點就是 不管你算提米 尤其是提米 提米真的很長 直接走到中路然後給你屁一下 然後直接把你的兵全部清掉 沒有清掉就算了喔 你沒有你沒有吸到經驗 如果你有吸到經驗跟經濟的話 倒還好 也就是直接走過去然後給你屁一下然後你的那個 呃 金錢跟經驗完全沒有收到 一絲一毫都沒收到全部都被輔助給吸走 然後他就 滿盤的那個金錢的提提跟米米很開心的走走出去 呵呵 很可愛 好像有些玩家看起來真的很可愛 但是有時候你認真在玩的時候你會很生氣喔 應該蠻多人是這樣子的吧 玩到一般很生氣 當然你要你要怎麼生氣 呃你要怎麼 都無所謂啊 不要去 怒罵到對方 就好了 剛剛那邊我們的二技能是要空了一下 其實沒有空的話應該也是要死啦 但是應該可以把刀門換掉 看一下這一封會戰 好這裡沒問題 超人進場 但是應該看我們的傷害量實在是非常的低啊 因為我們的錢 都沒了啊 像這個時候啊這個 這個時候算是中期了 以推塔為主 所以這個時候的龍馬他走過來是不是直接把兵線戳掉 這個時候就是正常的因為遊戲到中期了 其實你大概啊抓個時間點好了我們大概是 算是前五分鐘 就是你前期要適當 給法語 那 這樣子的話 然後 到中期 到中期的時候你可能要運用 轉線等等之類的就是你要讓中路協助去跑線幹嘛 但是你前期你要給他有經濟啊 不是前期全掠奪 你前期全入把他掠奪掉 那到中期的時候你又去幫他千兵 然後這次又要他跑線 然後他跑線的時候他連自保能力都沒有了 因為人家一進來他可能就得死了 因為他全部的傷害量 跟那個坦度血量完全都沒有 那 因為現在 現在 講到這邊你可以發覺到超人 已經是覺得說 我們在嘴他了 那這個時候算了我們不要說了 我們以影片來去跟他講 希望你可以看到這部影片因為 其實這樣子對你的勝率真的是有所提升 真的啦 當你如果真的有停下去的時候你應該就會明白到這一點了 真的會有所提升 哇這邊 去打到夜叉夜叉的緩速量出來我們直接跟著下水角 好這邊我們是盡心盡力啦但是你能看到我們那個大絕的噴 不痛不癢 要是這個時候我們經濟量是比較高的時候呢 我們比數是14比12喔 14顆人頭比12顆人頭 但是我的傷害值 居然是這麼的低 這麼的低 那那你可以知道說 這一場 為啥會這樣子 真的太可憐了 那 講到這邊 大家一定會覺得說 因為並不是每個人都會看到我的影片嘛 也並不是每個人都會看到我的直播 我們在玩 也是 都會分享一些 真真切切的東西 那該怎麼解決 問題來了 該怎麼解決 其實很簡單 你在直播上你也應該有看到 有時候我們在玩小號的時候就會發生這樣的問題 但是 其實在宣 宣導 還是在分享 因為我們並不是說我們是絕對的嘛 這邊彈了兩下 應該可以把夜叉帶走 好 這場我對戰局沒有什麼在說啦 因為其實我們就是守 就是防守 就是防守 再防守 那解決的辦法呢 就是 當你中路可能被吸了 好 你跑去吸邊線的 或是你跑去吸打野的 真的就只能這樣解決了 不然沒辦法了啦 你只能說中路吸完然後 例如邊線的 像剛剛 那個菲尼克他跑到中路 跑到中路把我們吸 不會邊線掉 那我們就回去他們的線把他吸掉 但是又一個問題點 當你在這邊走來走去的時候 對方的打野如果進來 或是對方的輔助如果進來 掰掰 不好意思 中路就變送頭仔 然後你中路就變 這 這事有可能會發生的 很可憐喔 所以你在繞的時候要特別小心 如果你發現人家來吸你的時候 那你趕快 趕快轉過去了 你可以提早趕快繞過去 哇 這個 呃 講到後面我是稍微有點 稍微有點 覺得心灰意人 跟他說一下 不要不要再唸了 這真的是 就是要跟你講這件事情 那如果你覺得這樣子講不好的話 那我跟你說對不起 好不好 我們不好意思 我們不應該在遊戲中 去這樣跟你講 因為 也有可能會影響到你的心情啦 說實在的 所以 跟孫子們抱歉 好不好 那只是說在影片上我想要分享給我影片的 朋友們是這樣子 我要講的是這樣子 對我們在影片去解釋好不好 因為真的太難解釋了 所以我們 這場其實我並沒有想要錄 但是 我覺得 錄這個 還是有必要的 因為 真的是最近常常遇到的事情 比數上我們並沒有輸太多 那其實在這個時候呢 我們還是有機會的喔 不過 我們遇到那個 打野已經太崩潰了 換了6 6雙鞋子了 這個時候已經來不及了 不然其實 這一局還可以守的 以這個 普雷塔 普雷塔守塔能力是非常的強的 尤其在 低排位 大家都還不知道進階的 拉兵線 也好 或是一波灌進來也好 或是 走分推也好 其實都還蠻沒有經驗的 這邊一噴直接把這個小腿噴死 然後我們再把這個 攻城車給推出去 又守住了一波兵線了 然後對方又攻不進來了 對不對 其實還能打 在這種場次的話其實還能打 那 這部影片的話重點就是 這幾個吧 真是想跟大家講的 就是這幾個 那另外 最近在玩的話呢 在直播上呢 我們會開始玩小孩了 因為大家也知道我們這一次 這一季啊 這季因為有海苔跟那個 初吻 就是陪我在打爬 然後還有YU 所以爬得蠻快的喔 就一下子就SSBA了 其實我們 我們這種在打 不會想說要 證明什麼 就是 你可以打上去 不錯 這樣就好了 但是論強度的話 這個遊戲是以團隊為主 不要去比什麼強度 那個 都多餘的 那星星 在打 你可能會覺得 很開心 呃 拿到很多星星 但是 你在每一場的戰局裡面 只要能夠證明你自己 這個位置你發揮的 很極致 就不錯了 戰爭加飢荒 絕不會有什麼好事 這邊還是很怕他誤會喔 所以再跟他說一下 這些有緣能夠遇到你 所以我們應該要 稍微幫助他一下 哇 哇 這裡納克直接 上去自殺啦 呃 被他拿到人頭 刷起來啦 夜叉無情邊打 再進來一波 哇 這波守不住了 沒辦法 GG啦 啊好可惜啊 這一場應該可以 應手然後再反敗 真的很可惜的一場 所以把這個小小的那個 經驗分享給大家 那另外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超人 這一場 哎呀 比小姐已經給了這個六斜 斜角 一個讚 啊千萬不要這樣玩啦 我們來看一下他的戰績 這一場看一下喔 他們的中路經濟 有沒有看到 3991 最低 全場最低 但是他的戰績是342 然後打了34.5% 所以我要說的就是這個 如果他的經濟 更高一點了 那是不是跟這一場 的一個戰局你覺得是成相似 如果你覺得是的話 那你可以參考一下 如果你覺得你還是要這樣子做的話 那我覺得 再打個10場20場30場 你應該就會覺得 真的不一樣了 另外還沒有訂閱的記得幫我按一下訂閱跟小鈴鐺 我們下部影片見 拜拜 拜拜 我們下部影片見